脆診議題24小時內火化正義都還沒戒 北市議員有驚爆 殯葬處的秘書邱金融遭檢舉 慣性週一請假 還常到北托一處民宅打麻將 甚至排行中疑似有業者偶爾會故意書 前要求幫忙喬事 市府員工誇張的行徑 讓台北市長柯文哲臉色鐵心到不惜 當眾和自己的陣風處吵起來 陣風處你們最好把你們殯葬處的陣風處人員 全部一起處理 不然你會很麻煩 我跟你講 陣風的好壞 其實不能完全靠陣風 我去陣風處撤掉算 我覺得市長這樣的主法 可能也不是很 不是很完全的這個 跟實際的情況 我沒有叫你講話 柯文哲氣歸氣 但馬上換到柯黑一號王世堅質詢時 不免俗 這次又為市長送上神秘禮物 我今天就送你這個鏡子 我希望你透過鏡子 看看自己的靈魂 同時我送你八個字 承認錯誤 重複學習 你要回答 這是道具還是送的 腳踏車你也收去了 書你也收去了 你就收著吧 好 王世堅和柯文哲 也再度為了支付支持黃珊珊選市長 再度存槍手戰 感情上 我百分之百支持黃珊珊 那理智咧 對 但是對 理智往往戰勝感情啊 王世堅沒有要百分之百支持黃珊珊 讓柯文哲忍不住呼籲 應該要怎麼做 前一刻才氣沖沖的柯市長 下一秒就因為要不要支持黃珊珊 變成和議員互相調侃 也讓議會本事件把弩張的氛圍瞬間軟化不少 記者綜合報導 我還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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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